大家好,我是啟明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 江泽民、曾庆红和习近平之间的裸斗 什么叫裸斗? 我们来谈一下这件事情 据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2月23日的报导 江泽民家族近年来已经加速向海外转移资产 江泽民的孙江志成掌控的博育资本 从这个2019年起 将原来在香港的大量资金向新加坡转移 据知情人透露 江家的后代他们担心 在江泽民死后 他的家人以及亲信 很可能会遭到中共当局的清算 其实我觉得江泽民未死之前 肯定要遭到中共的清算 江志成将江家拥有的政治关系 转化为巨额财富 其实不止是这个江志成 中共江派这些太子党的 他们都将这些钱已经转到了海外 现在有迹象表明 习近平正在对江泽民派系的人落手 大家可能关注到 近期中共当局对马云 以及这个蚂蚁集团的整肃 外界就认为 习近平真正的用意是敲打 马云背后的干牌势力 甚至不惜撕破链 叫停这个蚂蚁集团上市 这个其实不叫撕破链 他们已经是你死我活的内斗 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活着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讲过很多次了 2021年不是江泽民死 就是习近平死 有一个人必须得死 据报道 博裕联合创始人头巨之 已经获得了新加坡永久居留权 博裕资本是2021年成立于香港 博裕资本被称为太子党基金 可以说是江派的人马 这些人在这里都有投资 现在太子党的逃利 也可能是一个局 为什么说是一个局呢 因为没有了后顾之忧 他的家属和财富都已经到了海外 他们就可以放开一搏 和习近平来一个生死决斗 在2月20日中共在北京举办 纪念华国锋诞生一百周年座谈会 中共政治局常委黄沪宁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他们两个出席 黄沪宁是发表了讲话 华国锋一生最重要的公职 他所说的公职是和中共元帅热建英 一起抓捕了前中共独裁者 毛泽东的妻子江青 也就是四人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 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 1976年的10月10日 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 在热建英等人的支持下 以宫廷政变方式抓捕了毛泽东的妻子 中共政治局常委江青 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毛泽东的大不降旨 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 也是毛泽东的大不降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 这些人是被捉 1981年1月25日 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 对阴谋散党奪权的 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了宣判 江青是被判死刑 换期两年执行 王洪文 张春桥被判无期徒刑 姚文元被判了20年 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之后 成为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 一身兼任中共中央主席 国务院总理 中央军委主席 但是好境不长不久 华国锋和邓小平陷入激烈的权力斗争中 最终华国锋被邓小平趕下台 大家知道在2020年3月21日 红二代香港阳光卫视董事长陈平 转发一封公开信 引发海内外广泛的关注 这封公开信强烈呼吁 紧急召开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习近平是否适合继续担任国家主席 共产党总书记兼军委主席公开信 写道对习近平质政以来工作的评价 这封信的信息不亚于打到四人帮 在2020年3月23日 美国之音发表了促中共高层 开扩大会议倒习这个匿名网民是热传 陈平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採访时说 我觉得这样可能是很多人 尤其是看制内的人的想法吧 这特时之处是现在总是到了 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不能够停留在这个状态 这样下去你中国肯定不好办呀 那这可能是一条路吧 也就说这份公开信的作者 建议中共高层 像当年华国锋抓捕四人帮一样 和习近平算总将 将习近平被干掉 趕习近平下台 今年中共举办的 纪念华国锋100周年丹晨 奇怪的是习近平没有参加 在7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 江泽民、曾庆红的两大亲信 刚才我们提到了 王滬宁、韩正 他们两个都出席了 就是习近平没有出席 根据这个华国锋担任的 中共党政军最高职务 按照此前的惯例 习近平是应该发表讲话 应该是在情理之中 但是习近平不愿出席 华国锋的纪念会 应该有两个原因 一个不愿意反习势力 将自己和当年被华国锋打倒的 四人帮相提并论 另一个方便的 重要的是 不希望自己像当年华国锋 一样被邓小平讲下台 当然习近平也不想被干真讲下台 王滬宁是干真安插在习近平身边的重要人物 这个人可称得想是国妖 这个人生得就和妖怪一样 生得哥哥念 王滬宁被江泽民 一奸臣的角色 经过几年的捧上天 跌落地 王滬宁已经将习近平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中 当然这个因为习近平吃这一套 习近平这个人文化水平又低小学水平 他吃这套他想做皇帝 这个怨不得人家 只能怨习近平他自己 假如在2021年中南海真的发生了反习政变 事成前王滬宁可能是最重要的推手 事成后可能是第一个公开反歌一击的人 进入2021年虽然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习近平一直在向政敌发出各种强烈的讯号 快速处死曾庆红的亲信 袁华润集团董事长賴小文 政宿和干真派是存在复杂利益关系的 螞蟻集团实际控制人马云 加大政法大清洗的力度公开强调 现防有人窃取党和国家权力 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在2月10日的中共新年团拜会上 习近平周围坐满了黑衣人 为的是什么 就是保证习近平的安全 这里我们就要提一下干真 将自己的子女和财富转移到了海外 他们想在2021年和习近平是最后一搏 习近平在2021年也不会放过他们 这个时候我们经常谈到2021年肯定有大致发生 那其实他们的内斗已经斗了这么多年 应该是有一个了结的时候 看来2021年整定将成为中共内斗空险的一年 在中共最高层 很可能有人像当年的四人帮一样被抓捕 很可能有人像当年的华国锋一样被趕下台 到底六死谁手 很难说 不过好戏已经开场 大家等着看吧 2021年是非常精彩的一年 所以习近平和曾庆红、江泽民他们三个人之中 必须得有个人要死 到底是谁呢 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了 习近平是敲打太子党 太子党他们再转移资产往外套 但是呢 我们谈到 那有可能是江泽民他们的一角局 他们将这个钱财移到海外以后 这样的话 他们的子女也在海外 他们可以放手和习近平真正的来一场 你死我活的内斗 时间也到了这个最关键的时候 那在这个时候 他们使出混身的招数 一定要将对方干掉 那我们都是那句 我们等着看九欧九的好戏 那好吧 我是启明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有朋友对我们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 麻烦点赞 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再见